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肩痛和肩皱炎的原因 肩皱炎又叫做肩关节周围的炎症 多数原因是由于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紧张而造成的 最常见出现问题的肌肉就是港上肌 我们的肩关节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关节 肩关节的稳定主要是由肩关节周围的韧带和肩秀肌群来提供的 我们在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肌肉是位于肩胛骨上方的港上肌和三脚肌 港上肌是位于我们的肩峰下 是最容易产生损伤的一个肌肉 如果我们的肩胛骨上回旋的功能和肩秀肌群向下牵拉弓骨的功能确实 会造成弓骨上移 肩峰下的间隙就会变小 位于肩峰下的港上肌就会容易出现损伤 时间久了就会造成港上肌肌腱炎肩